昨天台北林森前櫃发生大火 造成五人死亡的重大灾难 发生这么大条事 当下现场却找不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坐镇指挥 而是一直等到火灾发生后五小时才看见他现身 平时势必公清的柯文哲 这次的表现被外界炮轰 根本无心在市政上 原来大火发生时柯文哲还在南部刨行程 今天面对记者柯文哲也坦承 昨天上午是跑民众党的行程 下午则是去芳辽商长拜托他 希望可以去关心农与产业滞销的问题 同时也请台北市文化局帮忙打造育宿村 其实就是所以礼拜六到高雄那个 国政班那个民众国政班那是真的 后面那个只是人家来拜托 他有困难我们能不能帮他解决 所以那个后面应该算是一个市政的帮忙 故事就是这样 除了还原当下情况 柯文哲也替自己喊冤 解释当天自己11点多直到火灾 就立刻要求相关人员处理 然后直接赶回台北 并表示最近虽然不常出席防疫会议 但还是一样很认真工作 其实还是一样啦 我们还是很认真在工作 其实我只是没有出来拿麦克风再讲 防疫期间政治口水太多了 所以我们还是误实实求是 其实我每天还是自己在主持成会 好啦柯市长不要难过 就算全世界都误会你 至少还有你的爱将黄金银挺你 打嘴炮很容易 但是有些人是默默的在现场做事